想要再追問一下 剛剛提到ACIP會議的問題 我們昨天是有把那個順序調整為10類 然後增列了孕婦還有51歲以上的長者 都可以來接種 然後就是有學者說解封的重要條件是疫苗覆蓋率 不過現在AZ疫苗就是各地都出現了一些環大潮 想問一下指揮中心有沒有統計說我們目前的那個施打率 大概是幾成 然後AZ目前是開放到第7類 想問一下如果75歲以上的 長者接種率要多少以下的話 我們會再往下開放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只購的25萬基莫德納疫苗 會在6月25號完成封肩嗎 然後昨天的那個指揮中心也訂出了10類接種順序 可是莫德納只開放到第三類 那我們現在莫德納疫苗的數量已經超過AZ了 想問一下6月25號這批疫苗 我們會開放到第幾類接種呢 然後另外想要再補充一下 詢問說鴻海台經驗採購BNT疫苗有沒有最新的進度 謝謝 整體很快 昨天算是6.4吧 那今天就增加了大概 將近10萬多嘛 除了算一下大概6.8吧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疫苗 但我們希望它涵蓋多一點 那莫德納這批疫苗 現在在封肩檢驗中 那我們會確定數目大概 講大概就基本的大方向 講說65歲以上 那跟 因為會到65歲以上 這一幾歲 孕婦也會包含在裡面 因為孕婦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列到第六優先 所以一定會在裡面 那至於這相關的一些民間的採購 這些正在持續努力中 我們也相關的一些 也有密切的在開會 那目前都一切都順利 在臺灣這部分